您好,我是犀牛 10月4号,多伦多地产局公布了大多伦多2023年9月的房地产报告 今天,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刚过去的这个月 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报告显示高借贷成本、高通胀 加拿大央行未来决策的不确定性 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 继续影响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销售 新挂牌数量同比强劲增长 经季跌调整后的环比数据也呈上升趋势 MRS房屋价格指数HPI综合基准同比上涨2.4% 经季节性调整后 平均售价和HPI均下降不到1% 报告显示 2023年9月通过TRAB的MRS系统 一共销售了4642套房屋 同比下降7.1% 低层住宅下降非常明显 尤其是半独立屋和镇屋 经季节调整后 环比销售额也略有下降 TRAB总裁Paul Byron表示 大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市场的短期和中期前景是截然不同的 短期来看 市场普遍认为借贷成本将保持在高位直至2024年中期 之后将开始下降 这表明随着较低的利率和 创纪录的人口增长 带来的买家的增加 将带动自有住房的需求 显著上升 TRAB首席市场分析师 Jason Mercer表示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价 仍高于2023年第一季度 挂牌数量相对于销量显著增加 买家拥有了更强的谈判能力 TRAB首席执行官约翰·丁米歇尔说 TRAB的年度消费者调查显示 多伦多有一半的异项购房者 在任何一年都是首次购房者 目前多伦多一套公寓的平均价格已经超过了70万 而15年来 首次购房者预付土地转移税的免税门槛 却一直保持在40万不便 显示目前很多的住房和税收政策都是对立的 需要各级政府协调 共同解决住房危机 下面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数据 先看整体状况 从上面的图中 我们看到416区和905区所有房型的均价 几乎到了同样的水平 即112万 相比于上个月 416区上升了 而905区则下降了 从房型看 低层住宅表现不错 但是公寓市场 不管在哪个地区表现都不好 再来看不同地区的情况 在图中 我们看到所有GTA地区 除了低层住宅 在约克郡的表现一记绝尘之外 其他地区都差强人意 公寓市场则在哪里都不太有起色 最后来看趋势图 在趋势图中 我们看到多伦多的房价仍然在徘徊之中 上升的意愿不大 但是也没有什么下降的趋势 我是犀牛 我在多伦多用工匠精神做地产 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你对多伦多市场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对加入犀牛团队感兴趣 欢迎直接和我联系 咱们下期见 现在就是 guys 到染了 政府怎么见 我们已经有些的时候 人说的 こう说 冬通通人 那间难住 任何人 你 没交出 水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